主席还有我们所有出席的委员以及我们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早 主席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张部长还有我们的黄仁市长还有蔡主委 张部长还有黄仁市长还有蔡主委 各位早 今天很高兴办这样的一个审查会 因为真理越变越明 当我们真的要进入到实体的法律的修改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整个一个年终未问津的一个荒谬性就跑出来了 刚刚依照我们这个全续部部长张部长您的报告里面 您的分析呢非常清楚的点出了年终未问津呢 他的一个性质既不属于退休给予 也不属于这个福利的金额 那请问我们部长年终未问津到底是什么 他的性质到底是什么 年终未问津实际上我跟游文报告 实际上就说这行政院从61年开始 他在整个政府财政状况之下 就对于退休人员到年终那么是 他所发的 所以是一个红包嘛 对不对 一个大红包嘛 因为政府财政那时候非常好 所以给的红包嘛 所以他不是在我们公共人退休法里面 所规范的范围之类的 OK 所以不是退休法里面规范的 所以他也不是算 好那我们请问一下蔡主委 他是不是应该是属于公务员的福利保障的范围 他应该属于福利的范围的一部分 应该属于福利范围的一部分 那为什么不能够定在保障法里面呢 保障法里面没有定到福利事项 那么各位看那个保障法 那个 当然去年委员跟李同华委员准备把这个福利定在保障法第二条的凤起后面 加一个福利 那么这一点如果是可以定在这边的话 当然保障法可以就这个有福利的争议的部分做保障 它是一个救济法 那么但是福利还是必须要有实体的主管的机关 所以我们是赞成有一个专法 那么一个福利的专法 那么有主管的机关 那我们就这个机关里面应该发生的正义事项 我们可以来救济 我们保障法是可以同意这样做 那你所谓的福利是指什么福利 因为好那我请教 公务员的福利规定在什么法 目前福利规定没有 善建于各个地方 善建于各个地方 你福利的部分是属于人事行政总处的 好那我们陈黄水市长 这个跟委员报告 分别有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是在我们全序部组织法第六条第四款 就是它的退辅司 它的福利事项 它定在组织法 另外一个就是人事行政总处里面 它的那个组织法里面 为什么福利事项是定在组织法里面 组织法是一个 福利应该是一个作用法 怎么会是在组织法 规定它的执掌项目 执掌项目 没有我现在讲的是说 好人民的这个所谓公教人员 它的福利应该要规定在什么法里面 怎么会在组织法 不可能吗 所以它是定这个组织 定它的执掌项目 然后根据它的执掌项目 才去衍生后面的这个工作 人民就今天我的福利 那今天的给予 当然就是应该要法制化 对不对应该你根据什么法 因为牵涉到国家的预算的支出 它应该要有法律 当然大法官会解释说 好如果它是属于这个行政给予的话 它应该比较宽的密度 它规范密度 对但是呢 对于所谓的牵涉到公共利益 那今天是牵涉到整个上 这个几亿的这个钱 两百亿的钱的支出 这是牵涉到整个一个国家公共利益的 所以它当然是要法制化 那您刚刚讲的是说公务人员的福利 都没有任何的法的规范 只有在组织法里面 只有说我政府今天有权利去处理福利 然后跟委员报告 就是执掌事项 执掌事项规范完以后 再根据执掌事项去定它的这个 它的那个执掌事项里面的作用法 对那我问的就是作用法 现在目前公务人员它的福利定在哪一个作用法上 现在目前只有这个执掌项目 在分别有考试院的 全序部组织法里面的这个这个退辅施的部分 还有我们那个人质行政总处里面的组织法 它里面有所谓的福利事项的规范和执行 它是政策的规范和执行 所以事实上你们现在用的就是说都是用行政命令嘛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在发的就是委员所讲的就是委员所讲的大法官443614 呃行政程序法159条 还有我们刚刚解释的就是520条391号解释量 好那现在你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我们不管是依照全序部或是依照我们的这个啊 就是啊这个公务人呃这个保障这个啊 就是什么你们这个保障保障委员会 就是说全部都认为没有一个法足以去规范这个所以才需要定立专访 那这就很奇怪了就是说这个慰问金的性质到底是什么 刚刚一直到目前为止没有刚刚几个委员已经咨询过了 一直没有定性就是说这个年终慰问金到底是什么 因为现在这个委员提出的版本有把它认为就是说好行政院现在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这个人事长您所提到的说因为行政院已经拍板定案 所以呢要去啊就是您等于负责去执行所以呢就会把它规定在 就是这个所谓两万元以下的这个退休人员的或是遗卷或是作战演训或因公成产上死亡的军工叫人员跟遗卷 那我们现在来看的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些的刚刚在讲嘛他不是属于薪水的一部分所以不是属于退休金所以呢他也不属于这个所谓的保障法里面规范的那我们的保障法自己想要再请问的辅序法是不是归我们的是归你们全序部也不属于辅序法的因为如果说因公商产的话他是属于辅序的范围嘛对不对对是的所以因公商产的话属于辅序的范围辅序法里面已经有规定那我 我要请教部长的就是说今天一个退休人员他会不会因公商产那我跟跟游远报告实际上在全序部所主管的法规里面是三个东西第一个公务员退休法他退休的事项一定在退休法里面就明定第二有关公务员的抚恤法那有关公务的抚恤事项第三个有关公务员加紧基于办法其他的有关公务的事项都不是我们全序部主管的法规 所以呢就是说对于公务员所有的这些的不管是退休不管是加紧给予或是不管是所谓的抚恤其实在法规在法律里面都已经定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对于这些所谓的啊就公务员既然退休已经给有这些退休的办法 所以这些退休办法里面既然他是依照这些办法来就不会有所谓的低收入嘛对不对因为政府对于这些的退休的公务人员就是政府为什么要有退休法就是要保障他退休的基本的生活保障所以如果说有人退休之后变成低收入户那这就是我们退休法出问题因为你的给予的基本生活的保障出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讨论所谓的年金跟整个一个退福制度 是应该在那里面去规定让每一个公务员不管他是谁他都应该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不会沦落到所谓的中低收入户这一点对不对对所以对因为我们现在年金制度改革就朝这个方向好所以在这里就不会发生说对于那个所谓的因为退休而造成中低收入户根本没有这些的存在这不应该定了所谓的因为要去保障这些人那如果说他因工商产的话 这时候已经有所谓的复恤法去规定了已经给他一些的保障了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也不会说他退休以后因为前面已经给他保障了退休之后还要再一次给他保障我想法律上给他双重保障这是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吧是不是我们部长还是这是属于人事的就是说今天他这个退休他在任职期间因工商产嘛不可能退休之后还有所谓的因工商产跟委员报告我如果几 以前面的所谓的这个低收入户的部分来解释一下那我请教今天低收入户今天他是公务员他退休之后他是低收入户有没有受到我们社会辅助法的保障社会救助法应该有吧对不对那今天已经受到社会救助法的保障的话为什么我们还要再给他双重保障 跟委员报告好我实际上去看了这个三户人家我想你去看这三户人家我可以举出更好几百户的人家他只是因为不是退休的公务员那凭什么在整个国家资源在国家资源有限在国家整个预算的时候对于这些的比较你说可怜的人因为他是退休的公务公教人员那对其他不是公教人员的可怜的人就不需要给他双重保障说不过去吧有委员那个现在有些低收入户 他的照顾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真的照顾的更妥善OK所以是不是应该是全对全民的低中低收入户的照顾应该整个去提升而不是只是去读后与这些退休的军工教人员的低收入户是不是应该这样所以跟委员报告好但是目前的状况好公务人员他的他的状况在早期很早的时候那些公务人员所领的薪资的确是情况好那这些的东西 其实应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从退休法里面去保障从这个因为现在正在整个检讨所谓的退休这个退辅制度嘛对不对所以它是属于以前领的退休金不符合的部分那你怎么样在退休金的制度里面去把它你再去补充补充给予或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就是不能够说把整个国家的预算去读后与这些在他因工商产的时候已经给了保障再去双重保障或是给或是给予这些就是说 当时政府在这所有这些的公职这公职人员退休的时候对退休金已经给他基本的生活的保障的人再给他一些特殊的优位的然后没有法源根据的所以今天呢根据这些我解释一部分好 现在我们讨论到有关退休制度都认为退休制度还有一些可以改进的空间其中公务人员在早期所领的薪资很低这个就是其中一项 好所以这个低最低我们其实在算的时候当时的低跟我们的劳工的低其实他比劳工还是高的 我这样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我赞成这个优委员所讲的这个必须有从这个退休法来比较福底抽薪的进步 但是如果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这个公务人员他的确是生活状况 那这个是不是应该由社会救助法去处理 社会救助法 因为他本来就是属于社会救助的范围 他的生活困苦他属于中低收入或或是他有这些所谓的紧急危难的情况 我们社会救助法本身或是急难这个特殊境遇的这些全部都规范在里面 他并不会比其他一般的人有特殊的情况要受到双重的保障 我想这一点可以承认吧 公务人员联终慰问金他是有兼顾两个性质 现在目前只是凸显他 那我请教你年终慰问金的性质到底是什么 因为你刚刚刚刚刚讲的不太清楚 你刚刚因为依照你们自己所定的这个命令 就是说一百年军公教人员年终工作奖金及慰问金发给注意事项 里面你的开中的名义的第一条是 为安定军公教人员生活对不对 好你安定军公教人员生活里面并不是刚刚所讲的说 对于这些可怜的人去中低收入 你是所有这些领高薪的人全部都给钱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个注意事项办法里面你给的对象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而且他只是一个行政命令 那另外再来看就是说你刚刚又讲说 不是安定生活是什么 是年终 是未免 那未免跟你自己所定的注意事项办法也不一样啊 对不对 你所有这些高薪的人全部他要未免什么 他领的一般的劳工对不对 比一般的这些人就领其他不是公保的人 就是军公教的人员 他们的薪水都比人家高 我不晓得要未免他们什么 所以这里其实就像刚刚的吴怡珍委员所讲的 根本就是政府的这个小金库 行政院的小金库 然后呢可以给的红包的发放 那今天被提出来了 好那今天呢担心人民的反弹 那这里到底有没有信赖保护利益的原则 那信赖保护的原则呢 一再到刚会议的2525号的解释 就是说当你的这个命令是违背上位法律的概念的时候 他本身是没有所谓信赖保护原则的 这个我说明一下 整个公务人员的年终未问金 他的历史由来 这个我想 这个刚刚都已经报告过了 不需要再讲 但是就是这个未免性质 就是从那个时候发展过来 我知道啊 但是我们会知道说 今天是从戒严时起 那时候所有的法治根本就不是法治 所以今天我们在 已经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我们现在有民主没有法治 这个法治就是现在要去建立 所以当今天要建立我们要去立法的时候 每一个每一个都讲不出来说 优缘 那个年终未问金不是没有法员 你的法员就是你的行政命令 我行政命令就是根据我刚才所出报告的520 你所谓的组织法就是一个非常空洞的说我授权给你这个行政机关 你随时可以去发红包 每一年订定的是根据我刚才所说的是措施性法律的原法员来的 那您讲的说要让他更为有条文的部分 我们没有反对 好这个部分呢我希望你们去说 你们到目前为止年终未问金 他到底是什么 你们自己的定性都讲不清楚 在讲不清楚的情况之下 你如何法治化 所以在这里就牵涉到说 当你没有法治化的时候 你如何你根据什么去把整个国家200亿的预算就这样把它花掉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即使是最支持国民党的陈昌文教授 他自己都写了一篇文章 政党齐心为国 取消年终未问金 天堂不撤手 所以你取消了年终未问金 不会有人因此就生活陷于困难 生活就没有办法活下去 这些生活陷于困难的人 我们自然就有社会救助金可以与他保障 所以在这里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必要发给这个年终未问金 或是呢予以这个制定的一个必要 谢谢 而且订定专法育之一 因为那个年终未问金 因为已经经过很多的讨论 我们前面该说明都说明 您今天所提的意见 我们会慎重考虑 我希望你们慎重的考虑 因为大家 大家这个在民粹下面呢 就说好 我们去订那个 可是当今天我们要立法的时候 大家非常诚实的说出 他根本没有法院议计 所有该保障的都已经有法律保障在那里 他是突然冒出来 一个根本就是政府的小金库跟小红包 跟一个大红包 那这个部分是人民的名之名高200亿 所以他必须要法 就是说他必须要法研根据 他从民国61年开始 然后我刚才特别说明 61年还是在戒严时期 对但是以后发展 我们绝对是一个 对 即使不发 那些中卫用金 天堂也不会撤手 陈教授的看法是讨论合理不合理 但是对于法院依据啊 基本上他并没有那个 我这不要